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我还没有出生之前 耶稣已经拣选了我们 已经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儿女 你说了 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 是的 谁告诉我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 很荣幸的 如果你接受主耶稣 你就是被拣选的了 你信主耶稣 那么你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 什么叫做拣选啊 有两个人上帝只选一个 有一百个人上帝只选五十个 选了 是有 是上帝的权利去选的 我们没有的好说的 不是说你要成为基督徒 就是成为基督徒的 很奇妙的 你不能够说 我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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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就得到耶稣的 这要看你心里是不是很诚实的相信 讲是没有用的 讲是没有用的 可是要从心里面说出才是有用的 你们在这里是不是从心里说出我们信耶稣呢 举手 如果是的话举手 是的 是在我们心里面相信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的 不是口说的 当我们从心里说出我们相信主耶稣 我们接受主耶稣 那么我们行为上 我们也要相称 我们的行为也要向主耶稣的行为相称 我们的行为也要向基督徒的行为相称 不要不对班 好多时候把东西买回来的时候 不对班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的基督徒生命要根据圣经的教导 不是根据自己 我喜欢的 我的基督徒生命是这样子的 我主我的信仰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 我们要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要打开圣经来看圣经 如何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行的 这样才会正确 所以来教会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说今天我不来教会 今天你有去教会是不是 告诉我今天你听了什么 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亲自的听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智 要亲自的来听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亲自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可以即刻的回应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活的 你必须要回应的 就好像你吃东西 吃了东西你要知道是什么味道 不然的话只是 什么味道都不知道 不要紧 吞下去就好了 那是糊涂的吃饭 没有人吃东西这么糊涂的 什么味道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如何吞进去罢了 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听神的话语 我们好像吃饭的时候 要搅搅搅搅搅搅到碎碎为止 那么你才知道是甜苦酸辣 你就知道嘛 同样的我们听神的话语 我们要回应 回应就是说 我知道是什么是甜 什么是酸 什么是苦的 什么是什么什么的 好 明白了 OK 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话语 我们来学习 如何活基督徒的生命 来 根据圣经的基督徒生命 以复所书 拿开以复所书第四章 以复所书第四章 好 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那边开始读 第四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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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造,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谅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我身上高天的时候,捕虐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偿给人。 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语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求圣灵帮助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活出新的生命。 也给我们智慧,来看到你的真理。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是关乎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救恩的恩典。 救恩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买,我们不需要做,得到这个,得救的恩典。 而是上帝因为,接着祂的荣耀,借着祂的爱,祂给了我们这个,得救的恩典。 得了这个,得救的恩典。上帝还要我们,得另外的一个恩典。 其实,恩典是一样的,是各层次罢了。 这里也,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另外得到一个,别的层次的恩典。 这个别的层次的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恩赐。恩赐的恩典。 我们得了这个,得救的恩典之后,我们还要得到一个,恩赐的恩典。 今天早上,我说了一个笑话。真的笑话。就是,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坐Motor Bike的时候,有一天我要赶去一个地方。 到我走到半路的时候,我看到我的Motor Bike的中间没有油,我就快快的去这个油站那边打油。 还没有打油之前,你必须要付钱是吗?所以我的Motor Bike就放在这个打油棒的旁边,然后我就快快的走去那个付款的那个地方,付了款。 然后,拿了这个收条,本来就是要回去帮油的嘛。可是我没有,我却快快的,start了引擎就跑掉了。 没有帮油,就跑掉了。然后走了半路的时候,我才发觉,哎,为什么我没有帮油的?我就回来帮油,这么傻瓜的。 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这方面是傻瓜,得到了这个救恩的恩典之后,却没有哪这个什么? 恩赐的恩赐的恩典之后,是有的,马一送二的。好像是马一送二啊,你接受了主耶稣之后,你第一,你会得到这个救恩的恩典。 同时,你还会得到这个恩赐的恩典。 在这个希腊的历史里面,当一个国家,一个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打赢了之后,那个将军就会回来,带着他的军队回来。 不但军队,后面还拉着那些俘虏啊,那个什么?俘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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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俘虏,拿着那些俘虏回来,还有拿着那个国家被打败的国家的那些产业啊,那些金银珠宝啊,也拉回来。 哇,你可以想象到,当这个将军带着他的军队回来的时候,也带着这个俘虏回来,也带着那些强烈的,那些什么? 啊,贵重的珠宝来,回来的时候,哇,很多人在欢呼,很多人在欢呼。 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他们欢呼的是什么呢? 他们欢呼的是那个将军,因为这个将军打圣战回来了,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欢呼这个将军打圣战回来了。 第二点,他们所看的是什么?他们所看的是那些俘虏啊,他们要看谁被带回来啊,是不是那些美女啊,美女带了很多回来啊,还有很多有这个知识的人也带了回来啊,还有很多金银珠宝都带了回来啊,他们就是要看这些东西。 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战胜了之后,他有两件事情要告诉我们,第一,他是战胜的君王,谁是战胜的君王?就是耶稣。 就好像这个将军这样子啊,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是宣,宣要给很多很多人的人说,哎,我是战胜回来的君王。 哇,每个人都欢呼,每个人都敬拜他,每个人都要跟他握手,每个人都要很欢呼的,好像耶稣这样,耶稣得了这个战胜的情况之后,他也得到天上的天使欢呼,欢呼。 哇,每个人都很高兴,每个天使都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已经战胜了仇敌,他不但战胜了仇敌,而且他也战胜了死亡。 所以,哇,天使在上面非常非常高兴,同时呢,耶稣也带了那些葫芦瓶,那些金银珠宝。 我们的救恩就像这样子,耶稣给了我们救恩,救恩就是代表耶稣,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他是我们荣耀的君王。 当我们说到自己的救恩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要把荣耀,将荣耀归给主耶稣。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主耶稣就是救恩,救恩就是主耶稣。 你不能够说,你不能够说,救恩是牧师,救恩是金钱,救恩是教会,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来教会也好,我们听牧师讲道也好,最主要的救恩就是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是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君王。 他好像这个将军来到,他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高举他的圣体,同时他也带了这个葫芦瓶,这些葫芦瓶就是代表恩赐。 他带了恩赐,他把这些恩赐完全带回来,然后把这些恩赐交给我们。 同样的,那个将军他把所掳的那些人,带回来的金银珠宝来到自己的国家,把这些产业,把这些所掳回来的东西交给平民,交给整个国家的人使用。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得到,哇,真的奇妙,耶稣战胜了死亡,同时他还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 虽然我们不是犯人,虽然我们不是住在两千年前的那个背景的时候,可是保罗他是住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他知道这个情况是如何的。 他知道当一个将军如何打败仇敌的时候,他回来一定是得到很多人,很多人的拥护的。 所以他就以这样的背景来告诉当时的人。 可能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可是牧师跟大家说明白,就好像如此。 虽然我们不明白,因为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明白,而且那个地方又是很陌生的地方,看那边的民族,那边的习惯,我们都不懂。 可是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话语,牧师教导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是啊,是如此。 我们得到的救恩,就是代表耶稣得胜的荣耀。 来,然后,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是代表耶稣带回来的奖品,要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奖品,这是他的奖品来的,可是他愿意把这些奖品分给我们使用。 因为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已经捡选了我们成为得到奖赏的子民。 哇,这是一个奖秘来的,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奖秘,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被掳的,可是我们却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次的建立回来了。 保罗他是犹太人,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也说了,我是把福音交给外邦人的。 我是外邦人的使者,我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他是特别传这个福音给非犹太人的。 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这个以福所书,特别是保罗写的书信,我们都很认同。 因为他所讲的东西,都和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胃口。 如果是一个犹太人所讲的东西呢,犹太人一直讲他的文化,他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听不懂。 可是保罗啊,他就以这个非犹太人的处境来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奥秘的情况,这个奥秘。 感谢主,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是关于耶稣是君王,他是战胜死亡的君王。 同时,耶稣他也把这个恩赐带回了给我们,带回了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要说你没有,你不能够说,我没有恩赐啊。 当你说你没有恩赐啊,就是说你骄傲。 不搞错啊,我说我没有恩赐,你说我,骄傲。 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都得到恩赐。 问题,你没有,你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 好多人,好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 你可以说,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我的恩赐是在哪里。 是服侍人呢,是讲道呢,去做招待员呢,去算钱呢,唱歌敬拜呢,或者是给奉献呢,这些都是恩赐来的。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 有一些人,他们很知道他们的恩赐。 招待新来的人,哇,这个恩赐很重要哦。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这样的恩赐哦。 只有那些啊,很愿意的跟新人谈天交流。 那么他们就是很好的恩赐啊。 在这里啊,我可以看到啊,Grace啊,Grace是一个很好的招待员啊。 Steven也是一个很好的招待员啊。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愿意的,跟新来的人招待他们,跟他们谈天。 有的,你不要说我没有这个恩赐啊。 你也,你也会有其他的恩赐的。 既然你没有这个恩赐,有一些恩赐就是,哇,很喜欢煮东西,招待客人的。 你看,有很多,在我们的勒离事宫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Auntie们啊,他们都有这样的恩赐哦。 你看啊,还有呢,还有什么恩赐啊?还有那些很会领歌的。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两个很会领歌的。 Steven,Steven弟兄,他很会领歌。 还有Steven的儿子也很会领歌。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恩赐。 阿盐,他可以弹钢琴,他有这样的恩赐。 哦,还有小孩子啊,他们也可以唱歌。 他们也有这个服饰的恩赐。 每个人都有的。 你不要说你没有。 你没有,意思说你骄傲。 每个人都会有的。 第一点,你骄傲。 第二点呢,如果你说你没有,就是说你远离团体的生活。 你远离了这个教会团体的生活。 弟兄姐妹邀请你来参加团体的生活。 你说,我不得空,不合我的心意。 时间很短,所以我不能够,我太忙了。 我不能够参加。 这些东西都是借口来的。 我住的很远啊,不能够来。 我没有吃,我来啊,我不能够来。 这些都是,都是借口来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这样的小组的团聚。 为什么我们要来看,查考圣经。 为什么我们要来小组。 都是因为,我们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自己的恩赐。 明白吗? 在小组团聚里面啊,我们可以发现到自己的恩赐。 不一定是在主日崇拜。 在小组里面都可以。 在乐林的小组那边也可以。 有时候我们要去野餐,我们也要参加。 因为在野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恩赐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恩赐,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很愿意载那些没有吃的。 他就是有这样的恩赐。 服侍的恩赐。 有一些他们煮了很多东西的。 这就是一个服侍的恩赐。 有一些,哇。 有喜乐。 带给你喜乐的。 这是什么恩赐啊? 带给你喜乐的。 你在,你在尝的时候每个人都高兴的。 那种是什么恩赐啊? 有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啊? 有时候啊,哇,真的是要有一两个啊。 他们在我们当中啊,就可以很自然的搞起这个欢乐。 啊,这种恩赐啊,是很特别的。 啊,如果你要锻炼有这样的恩赐的话,你就多参加教会的小组的这个团聚。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到,哎,可能啊,我也会有啊。 我可以唱一两首歌,来使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场的弟兄姐妹都得到欢乐啊。 或者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笑话,每个人听了之后,哎,你也是给了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欢乐啊。 你看,我们的恩赐是在小组里面,不同的小组里面那边发现出来的。 如果你现在说我没有恩赐,这里没有,那边也没有,祷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小组的生活。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已经把这个恩赐交了给我们。 因为他面对了死亡,他战胜了死亡,他面对了一切的苦难,他战胜了苦难,他所带回来的就是这些奖赏,就是这些救恩,就是这个恩赐的奖赏。 这些奖赏是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你买这一点吗? 所以当我们看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属灵恩赐的重要性,如何耶稣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带给我们的。 我们不是无理无论他在这里。 我们不是无理无头说 我们要知道是耶稣用了他的生命来换回来的,如果我可以这样子说的话。 他是用了他的生命来换回来的这些恩赐 这些恩赐就是代表你是主耶稣的子民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 来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第七节 这里说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这里说 你所得到的恩赐都是上帝就是耶稣给你的恩赐 就是头等的恩赐 重要的恩赐 没有分高低的恩赐 你得到怎么样的恩赐 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头等的恩赐 是上帝是耶稣特别量给我们的 耶稣所量给我们的会错吗 当我们要去买一些布来自衣服的时候 那些你是上次可能你都是这样子 不像现在 现在去那个百货公司 有现成的买了回来就可以穿了 还可以在那边试穿 如果硬的话就拿回来可以买了 以前不同啊 以前如果要新的衣服啊 必须要妈妈婆婆去缝的哦 他们必须要去买布的哦 好像我妈妈以前这样 要为我的我的妹妹 姐姐妹妹啊 制衣服的时候 她必须要去买去布店那边买啊 看看你哦 你是十岁的女孩子 她就会问那个啊 卖布的问她啊如果要缝要吃啊 一条群啊必须要 要多少这个布料啊 她会告诉你 然后你就买了 她就会量给你 量给你是适合的 同样的耶稣也是这样子 量给我们 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人 那么她就会给你 同样量给你那个恩赐吧 没有错的 你不能够说 哎你那个恩赐很好啊 我的恩赐啊 我觉得不好啊 那就错误了 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好 你不要羡慕别人 你不要羡慕别人 你羡慕 哦你很会讲话哦 你可以在台上唱歌哦 哦你可以啊 怎样怎样怎样啊 我就我就没有哦 我的恩赐啊只是扫地罢了 谁说扫地 是一件不好的恩赐啊 扫地也是最好的恩赐来的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个人的蒙恩都是照基督 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的话你所说的话 是没有错的 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恩赐 都是上等的 OK 好 感谢主啊 同时在第八节 保罗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关于 希腊人的故事 所以 不不 这个故事是关乎到我们 我们的救主耶稣 如何战胜死亡 如何 他所经过的救恩的事情 在这里我要简短来告诉大家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辱略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 藏给人 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这个 诗篇六十八篇那边 可以看到的 你得空的话 你回去看这个诗篇六十八 就是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 诗篇六十八是一个议员 这个议员已经成了 成了的议员 所以我们可以拿出这个诗篇六十八来看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他被死了 埋葬的时候 然后三天 过了三天 他复活 是不是 要三天哦 那么耶稣这三天去了那里啊 圣经有没有说 耶稣 在做什么啊 他拜六 不 他是在拜五三点钟 去世的 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拜五三点钟去世的 然后去世了之后 他的身体已经死了 可是他的灵没有死 他的灵去了什么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 在诗篇六十八 他下去地域 这个地域是不是那个永世 不是那个长久的地域 是一个暂时的地域 很多人说是暂时的地域 在英文里面有不同的字 这个英文的字叫做 永远的那个地域呢 那个火炉一直烧一直烧的 那个地域呢 就是叫做Hell Shall跟Hell是不同的 耶稣他身体死了之后 他就下去这个Shall 这个Shall 这个地域呢 谁住在那边呢 谁被关在里面呢 有两个不同等的人 第一个呢 就是新约里面的一切的人物 新约里面的属于神的人物 就是OT saint 就是新约里面 所说出的那些人物 那些相信耶稣 相信上帝的人物 他们死了之后 他们暂时会住在那边 然后呢 第二等人是谁呢 就是堕落的天使 跟挪亚时代 那些天使下来这个 地上下来这个地球 跟地球的女人结婚 在这个 在这个挪亚时代的时候 天使啊 那些天使 他下来 跟地上的女人通婚 所以 这些天使呢 也被放在 这个 这个地狱里面 有两个部分啊 然后耶稣去了那个地方 是告诉他们 他已经战胜了 死亡 那些 旧约的人物呢 耶稣那个时刻 就解放他们了 可是 那些 败坏的 天使呢 还有 在这个 旧约的 那些 不信神的人呢 他们 仍然 被关在里面 所以 有两班人 一班人 上帝 借着耶稣把他们拿上去 另外一班人 仍然 活在 这个 地狱里面 等 耶稣再来的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到啊 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些 呃 败坏的天使 就会 带去 永远的地狱里面 受苦了 耶稣那三天 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告诉 这两班人说 他已经 战胜了 死亡了 哈利路亚 然后 他三天过后 他就上去 天堂了 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 所给我们的恩赐 是借着 他的死 而得来的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所得到的恩赐 我们要 看重 我们不要以为 哎呀 耶稣给我们 的这个恩赐 我得空我就用啊 不得空我就不用啊 我不知道 有恩赐 我都不要紧啊 有这样的态度 就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恩赐 是要在我们 在团体里面 互相服侍的恩赐 来的 必须要有的 啊 这就是 这就是耶稣 要我们 啊 这个宝 这就是保罗 要我们明白的 这两件事情 我们得到的 修恩的 啊 不不 这个 得救的恩典 同时 我们也得到了 这个恩赐的恩典 如果你 要活一个 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 你有这个救恩的恩典 还不够 你必须要有恩赐的恩典 那么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活出 耶稣的生命了 所以当我们要看乙福所书的时候啊 我们必须要明白乙福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我们要明白很清楚的明白 那么我们来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我们才会发现到 哇 是哦 是这样子的 啊 我们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所要做的东西 都是 跟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关联的 如果你只是看第四第五第六章 却没有一二三的话 你所活的 是 英文说 superficial的 啊 就是说 啊 偏面的 偏面的 偏面的基督徒生命 是不正确的 啊 别人 叫你说 你要这样子做 你就做的 那种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啊 我要提提醒大家就是 在 现在的教会 有很多这些 所谓的 啊 我们 我们进行的 方式 啊 很多进行的方式都不正确 都不是借着神的话语的 所以 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是借着神的话语 活出这个恩典 这个恩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明白以弗所 第一二三所说的 我们的 所活的基督徒神秘 是根据一二三的 啊 不是别人的 道理的 不是人的道理的 是因为 保罗在以弗所说一二三所说的道理的 那么我们才可以活用四五六 我很高兴因为明白保罗的心 我更高兴因为我知道保罗的福音是传给非犹太人的 我是非犹太人所以我听保罗的话语的时候 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我有同感哦 因为他是特别跟我讲的 我是非犹太人所以他跟我讲的 所以我很清楚他的心意 感谢主在这里 他所说到这个恩赐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保罗的方式 他要教导我们怎样做的 我们就照着他这样子做 那么我们就是活出这个属灵的恩赐了 属灵的这个丰盛的基督徒生命啊 我相信大家要明白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就是要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 神的话语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看清看楚 神的方式 因为神借着耶稣的生命 宝贵的生命 来换回荣耀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耶稣被钉死之架 如果耶稣没有死 如果耶稣没有战胜 罪恶和死亡 我们会 我们得不到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同时我们也得不到耶稣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当你说你是基督徒 我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 可能你没有恩赐 因为你还没有发觉到你的恩赐 因为你是新的基督徒 因为你没有参加小组 因为你没有服侍弟兄姐妹 因为你没有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个礼拜 我们都要来教会敬拜神 听神的话语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怎样活耶稣的形象啊 如果没有我们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就会很容易给外面的话语搞乱我们 明白吗 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好的见证说 这位基督徒啊 他信了耶稣二十年啊 二十年之后 他跟他的太太离婚 这个基督徒啊 他接受了主耶稣之后啊 他还是喝酒 还是去赌博 没有见证 意思说 他没有这个恩赐 他没有这个教会生活 他躲在后面 后面做私人的工作 他不坦白 我们来教会 我们参加小组 就是要坦白 因为我们都是活在光明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 我有病痛吗 你为我祷告 你不能够说 哎呀 拍血 拍血 我有这样的病 拍血 不要给别人知道 不正确的 如果在大的团聚 一百个两百个 可能你会拍血了 可是如果你可以参加这个小组 四五个的小组 十个人的小组 你可以分享吗 那么弟兄姐妹可以为你祷告啊 那么你就不会软弱了 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扶持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参加 小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话 你快快的找一个小组参加 老人小组也好 晚上的小组也好 什么小组你都可以参加 那么在小组里面 你可以互相祷告 这是神 就是耶稣要我们去寻求 自己的恩赐的地方来的 明白吗 耶稣给我们的恩赐 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啊 不要埋没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 知道自己的恩赐之后 我们也要活用自己的恩赐啊 我们不能够白白的 把耶稣给我们的恩赐埋没掉 圣经也告诉我们 有一些他 有一些人他有很多的恩赐 有一个 耶稣讲了一个 一个故事 说到有一个老板 他要去远门 他就跟 他就召集三个仆人来 每一个人给他们一点钱 比如说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然后这个主人就跟三个仆人说 哎 仆人 我现在要去远门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百块去做生意 去好好使用 然后呢 他就出去 他就去远门了 然后过了一阵子 他就回来了 他回来就问这三个仆人 第一个仆人说 主人 谢谢你 给我一百块 我把一百块放在一个很好的生意里面 我把这笔钱去做生意 我赚了两倍钱 我非常的高兴 这个主人说 哇 你是很好的仆人 然后他就问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说 哎呀 这个仆人说 主人啊 你给了我一百块 可是呢 我 我是不会做生意的 可是 我就 叫别人帮我 做一点小小的生意 我赚了一倍了 哦 你知道吗 我赚了一倍哦 哦 那个主人说 那个主人说 啊 你是很好的仆人 我很高兴 然后他就问第三个 第三个说 啊 你给了我一百块 我怕 把一百块用完了 我也不会做生意 我怕这一百块 被被被被被被骗了 所以我就把一百块 放在 放在什么地方 没有用 不敢用 啊 所以 这个主人说 啊 你这个 你这个懒惰虫 你这个 没有智慧的仆人 我给你一百块 你却不会用一百块 你把这一百块 存起来 没有用 啊 现在所得到的 也是一百块 我给你一百块 回来的也是一百块 这么没有 深意眼光的 捕人 把你的一百块 交给 其他的人 同样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这个恩赐的 上帝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 一个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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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基督徒 他有很多很多恩赐的 啊 可是呢 他怎么样 有这么多恩赐 主要的 他会知道 他的恩赐是哪一个 啊 他一定有一个 很特别的恩赐 就是上帝 给他特别的恩赐 叫像我这样子 啊 我有其他的恩赐啊 我可以服侍人的啊 我可以传福音的啊 我可以啊 做这个 做那个的啊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做其他的东西 我确做 讲道 准备讲章 啊 每个礼拜 所讲的信息 我必须要知道 我在讲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 神给我的恩赐 我要好好的使用 如果在这个恩赐 我做得不好的话 我如何做其他的恩赐啊 啊 所以我就 很看重 讲道的恩赐 准备讲章的恩赐 这样子我就可以 啊 活出神给我的恩赐的 啊 生命了 同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你发觉到 你有很多的恩赐 可是你会有一个 特别的恩赐的 啊 你 活出你特别的恩赐 同时 你也可以活出 其他的恩赐 就好像我这样 我可以活出 其他的恩赐 可是我主要 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恩赐 是上帝特别给我的 别人没有的 可是我有的 可是 我也知道 啊 我的恩赐 跟你们的恩赐 都是同等的 我不能够说 啊 讲道的恩赐 是 No.1的 啊 服侍的恩赐 是No.2的 没有 因为 圣经告诉我们 是耶稣 是耶稣 借着他 来 亮给我们的恩赐 OK 每一个人都有 恩赐 就好像 我们的身体 是吗 有手 有脚 如果没有脚的话 有手 如果没有脚的话 手 可以代替脚 是吗 如果没有手的话 脚可以代替手 是吗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残障人士 他们没有 没有手 可是他们有脚 脚啊 可以 可以用 用笔写字 他们的脚可以 用这个 汤匙 吃饭 用筷子 吃饭 都可以的 可是呢 却不能够说 有了手 就不需要脚的 我们都是 一个身体里面的 肢体来的 不能够缺少 一个部分的 如果你的手痛 你的心也会痛 是吗 如果 教会里面的 一个弟兄 一个弟兄 他病倒了 他的身体很痛 你的心也会痛 是吗 因为我们都是 在一个身体的 如果一位 弟兄姐妹 他有问题 他有经济的问题 或者他有 其他其他 不同的问题 你也会感受得到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都是 一个身体的 教会是一个身体 你们的家庭 也有 你们的 家庭的身体 教会的身体 就是每一个 基督 每一个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信耶稣的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 不能 不代表 每一个成员 都是信耶稣的 所以 你说了 你要看重哪一个身体 你要看重教会的身体 还是看重你自己 本身弟兄姐妹的身体 你要做一个选择 可是你必须要明白 你是基督徒 当然你会看重 教会的身体 多过你自己 本身的身体 可是你也不能够说 我要看重 我自己 教会的身体 所以 我 忽略 自己 弟兄姐妹的身体 那是不正确 如果你很看重 教会的身体 很自然的 上帝会给你 一个恩赐 也看重 自己弟兄姐妹的恩 的需要 来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 这个恩赐 是多么的贵重 是上帝 接着耶稣 丁死在指数教上 他战胜了死亡 他战胜了一切 所带回来的 那些恩赐 交给了我们 我们要好好地看重 这些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 感谢上帝 我们继续地来思考 以福所书 我们知道 以福所书 告诉我们 我们还没有 接受主耶稣 还没有出生之前 已经有了 从天上 而来的 一切的福气 然后 我们又知道 我们是上帝 特别 见谁我们 成为他的子民的 而且我们又知道 上帝 把我们 从世界的 从败坏的世界那边 成就了出来 分别为圣了 我们也知道 上帝 也给了我们 很多很多的产业 这些东西都是在 我们所书看到的 现在我们第四章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如何活出这样的生命 这个荣耀的生命 这个充满产业的生命 充满 哇 耶稣荣耀的生命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来看 跟着几个月下面 我们也要继续的来思考 使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继续的砸根 继续的有耶稣 给我们的力量 有圣灵的智慧 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回应今天 我们所学习到的 耶稣给了我们的恩赐 耶稣给我们的恩赐 是属于教会 我们得到属灵恩赐 我们在教会里面 可以活出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回应神的话语 我们要看重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同时 各样的恩赐 在教会里面 互相使用 互相扶持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在教会里面 所彰显的荣耀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耶稣 第一点 我们要感谢耶稣 因为祂带给了我们 救恩的恩典 同时祂也给了我们恩赐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祂 同时我们也要求圣灵 告诉我们 帮助我们 活出 这样的生命 借着上帝 上帝的话 活出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 谢谢上帝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来活出这个恩典的生命 让我们继续说 让我们承认 让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上帝的恩典 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的恩赐 谢谢你给我特别的恩赐 谢谢你这个恩赐 在我的生命里面 继续的祝福 更多的人 主耶稣给我特别的看见 我的恩赐是什么 我特别的恩赐是什么 使到我的恩赐能够活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主耶稣谢谢你 我要看到我的恩赐活出 我要看到你的名字和荣耀 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来现在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赐 在我们的身上 活出你的荣耀 主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王 你是我们的一切 你战胜死亡 你战胜一切的病痛 你是荣耀的神 我们要敬拜你 我要跟随你 我们要顺服你 我们要侍奉你 我们要侍奉你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恩赐 求神给我们智慧 给神给我们力量 来活出这个恩赐 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愿你的圣耀 愿你的名字被告举 主耶稣 再谢谢你 再谢谢你 主啊 愿你继续的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弟兄姐妹 做完整的工作 帮助他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帮助他们知道 你是他们的主 你是他们一切的祝福 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把一切烦恼 一切的苦难都交给你 因为你能够担当 主耶稣谢谢你 你继续的来做医治的工作 继续的来做更新的工作 我们荣耀你 我们高取你的圣灵 我们这样子祷告 我们这样子祝福你 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神祝福大家 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 Amen Welcome 。 , ," 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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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